昨天中共两会闭幕结束 今天凌晨就传出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因为罹患膀胱炎去世 昨天也刚好是宣布调查徐才厚满一年的日子 各界猜测他的死反映了中共内部清脚 而徐才厚被指控的叛变与活摘器官罪行 同样受到关注 中共军中大老虎徐才厚死于癌症 网页上醒目标题 包括美国CNN、英国BBC 今天都及时报道了这条中国消息 中共微博等网络论坛 目前并未封锁徐才厚关键字 但搜寻结果都以党官媒为准 今日零点中共官媒公布 71岁的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因膀胱癌中末期 全身多处转移 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中共官媒称徐才厚犯罪事实清楚 应追究刑事责任 但因死亡所以不起诉 因为徐才厚案从宣布调查到死亡 恰好整整一年 2015年3月15号 两会结束当日死亡 大陆网民议论纷纷 认为徐才厚死讯 会一直延迟到两会结束后才宣布 官方似乎有意将政治倾角的行动升温 徐才厚是前党魁江泽民提拔的军头 去年遭洗礼当局开除党籍 一直被指与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关系密切 之前更有报道指 徐才厚涉及周永康策划的政变计划 以及军医院参与活摘良心犯与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而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 前一天在媒体上放话 周永康落马打破死球器官移植利益链 言谈中坦诚 令人发指的活摘器官罪行 太清楚了 大老夫这个知道周永康是大老夫 周永康是我们政法委书记 是这个原来的政治局常委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报纸天天在这讲他的背景的 那这个死球器官的来源是从哪来的 这不是很清醒的吗 之前中共官方才抛出 不排除对周永康令计划等人公开审讯 现在徐才厚死亡 外界关注 针对江泽民 曾庆红等人的政治清剿将更加明朗 新唐人亚太电视由心如编译